献献也是有清心寡欲的时候的 比如现在 她就一动也不想动 恨不得二哥哥快出去忙 多忙一会 因那照得见人影的落地大水晶 蓝忘记三天没上朝 献献四天没下床 没错 这会就是第四天了 皇帝陛下矿了三次早朝 而今日正常修朝 她还没从小皇后身上下来 她抬起 把送到最深处 早就哑的 连那句都清得像刚出生的幼猫一样 奶奶的 软软的 撩得蓝忘记红了眼 又是 终于试了个彻底 就见怀中的人闭了眼昏睡了过去 献献 她轻声换了换小人 没应 看来是真折腾狠了 蓝忘记小心把她抱起 郑玉用柔软的玉袍 把她包裹起来 就见那 竟是诱人得让她咽回了口水 脸红要冒出烟来 不行了 蓝忘记 蓝忘记呼了一口气 努力平复自己的心跳 小心把线线包起来 去了浴室 最终还是忍不住 在浴池里又把人弄醒了 荒唐 荒唐 谢允和三三一起来的云参给献献过生辰 自然也没那么快回去 便住到了卫府 只是自生辰 那日 见到献献后 便好几天都见不着人了 三三 不知怎么的就和金灵好上了 每日都去她的书局看画本 谢允只好跟着卫城去了寻卫营 离开北城时家里的母亲跟她说 去了就不用着急回来了 过完献献的生辰 还有未成的婚礼 一并喝了 礼物都给你备好了 陪好三三 不许欺负她 她抽了抽嘴角 我欺负她 她不欺负我就赶天动地了 我还敢欺负她 却被家母拍了下桌子 吓了一大跳 你懂什么 三三她欺负你 你也要瘦着 你这身体 能渐渐康康活到现在 还不是因为三宝 嗯 谢允还是第一次听这话 疑惑 所以忍不住就问母亲怎么回事 才知道 原来自己小时候身体不好 小三三一听哥哥生病了 就自己请命陪哥哥锻炼 所以每次都拉着她练功 切磋 小小年纪怕哥哥太弱 保护不了自己 还下了决心要保护哥哥 因此自小就勤学苦练 各种功法 熟悉各种兵器 还对好多不同的暗门有了解 这就是为什么 她现在什么暗器 什么兵器都耍得出众 打遍北城无敌手的原因 也因此多了几分 而可能有十分那么多 暴力 她一直以为 三三做那些是因为喜欢 却从来没有深究过起因 如今想起来 那孩子确实从小就跟着自己 动不动就说要保护自己 也爱拉着自己比武 还总是拉着自己到处乱跑 原来竟是为了自己 她心中忽然不知道做何想法 只觉得心有点满 在看三三时 居然不好意思起来 所以一起到云身后 她倒是有点故意躲着她 她自己忽然对她有奇怪的冲动 不过三三却完全是没事人的样子 和往常一样 该干嘛该干嘛 说着可怕的话 笑得可爱 这一日她就在书局碰到她了 未曾想去看金灵 谢云也没其他事 便一起去了 她不想见到三三 又想偷偷看看她 然后便看见她和一白衣男子聊得火热 那白衣男子与三三肩并肩坐着 两个人靠得有点近 从男子头上的墨鹅 可以看出 她是蓝氏黄氏中人 墨鹅中还有简单的卷云纹路 不像一般 旁之一样只是一条 没有多加修饰的墨鹅 所以说 她的地位不低 看模样皇子的可能性最大 不过蓝旺鸡登基后 皇子们就改称呼为王爷了 毕竟 他们不是蓝旺鸡的儿子 谢云皱了眉头 脸色难看 连自己都没有发觉 她酸酸地问魏诚 那位是谁 魏诚哪有什么心思 关心她的情绪 一进门 早就奔着金灵去了 抛了一句 九王爷就丢下她走了 谢云躲在书柜后 偷看三三和那人 就看见那男的 确实有一点蓝旺鸡的风范 一态举止得体端正 和三三聊天时 还时不时就羞涩脸红 一看就是喜欢她的三三 她还对着三三笑 帮三三整理垂下来的乱法 谢云简直气炸了 她怎么可以摸三三的头发 她还碰到了三三的手 那是别人能随便碰的手吗 这是 要做很多暗器兵器的灵巧的手 怎么打可以让人随便碰 那人居然打开了三三的手 在中间笔画 她是看上三三手上的茧子了吗 那 那可是 只有她才可以妈撒的可爱手茧 只有她可以 谢云越看越气 可是她还是没胆子过去见三三 不知不觉越趴越近 直接贴在了书柜上 惹得往来的人一脸诧异和嫌弃 免不了在后面说一句 那人干嘛 有病吧 呵呵 然后 大概是谢云趴得太用力 看得太投入 酸得太激动 忽然那书架出现了一点倾斜 然后 就那么不可控制的 哗啦哗啦 越倾越斜 直接倒了下去 谢云一脸尴尬 挠着头 还想着怎么解释 却看见三三 完全没有发现她 反而是被白衣男子 护在了怀里 没事吧 白衣男子一脸担心 无事 三三居然笑了 哎呀呀呀 她对着她笑了 还笑得那么娇羞 没错 就是娇羞 谢云直接控制不住了 上前就把那男子拉了起来 又把三三拉进自己的怀里 你 你 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反而是被自己的联想器的大喘气 反而惹三三人 忍不住笑起来 允哥哥你做什么 我 尴尬 一群人都围了过来 金灵和魏诚也来了 不好一直抱着三三 谢云气恼地看着书架 松开三三去把书架扶起来 才觉得自己 今日真是不正常 不过却还是不知道原因 只是 在最后 三三对着九王爷行了个礼 牵起她的手 笑得灿烂 甜甜地对她说 允哥哥 一起回家吧 她一下子失了神 经过几日 躺在床上的思考人生 线线觉得自己 不该再胡乱招惹二哥哥了 夫妻之见 除了床子之欢 还有很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自己的私人空间 嗯 不能总是黏在一起 要有一些距离感 她揉了揉自己还在发软的腿 伸了个懒腰 啊 好酸 又躺了回去 还是再休息一天吧 起不来 二哥哥太厉害了 真是累死我了 小人小声嘀咕着 一转头 便看见落地水晶里自己满身的红印子 还真是没有一处不被疼爱 她叹了一口气 还是起身了 随手抓了一旁的红色袍子 便披上 走路带点不适的扭动 却是风情万种的模样 蓝忘机 这几日 见线线起步来床 把折子搬到寝殿来披 这会也不知道 是太认真还是怎么 并没有抬头 线线就光脚踩着小步子 悄悄摸摸地走到 蓝忘机身后去一下 蒙住了蓝忘机的眼 还以为坐上的人会被自己吓一跳 怎知人早就等着她过来了 轻轻一扯遍 把她带到了怀里 去抱住了 起了 嗯 身子可还难受着 可难受了 哪哪都酸酸软软的 蓝忘机忍不住笑 拇指划过她的脸颊 我还以为你这会过来 是妖夫君再战三百回合的呢 怀中人马上撅起来嘴 眼睛水汪汪地看她 不了不了 线线怕了 蓝忘机笑得更开了 拉了拉她松垮垮的红衣领子 那还穿成这样 你不怕夫君忍不住 她低头在那诱人的锁骨上 作了一小口 线线赶紧拉紧了领口护住自己 不许不许 二哥哥不许欺负线线了 蓝忘机一脸宠逆笑 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赶紧换人来给小皇后 更衣不善分散注意力 不然还真是怕自己又忍不住 抱起线线 就进了那欲望之地 就进了那欲望之地 两个月 攀紧刀